大自然非常的奇妙 有時候有一些奇怪的原因 讓我們找到一些動物莫名的被結冰 因為低溫而保存的動物的完整樣台 有些人可能會害怕看沒有生命的東西 但是以下的畫面就算遮一隻眼閉一隻眼 也值得你看一次 歡迎來到腦不及 今天要來看五個被凍結時間的動物畫面 第五 野生狐狸 這隻狐狸在他被凍結那天非常的不幸運 這張照片在網路上被下了 《冰原歷險記》的賽爾維亞版本的標題 由於照片中的狐狸外觀看起來太真實 也不清楚這隻在冰下到底是不是真的動物 也有可能是攝影師將一隻玩偶丟到狐狸 凍結後所呈現出來的效果 不管是什麼都希望其他狐狸能夠不盡力被凍結的意外 也希望造成這隻冰底下狐狸的原因不是人為的 第四 大魚吃小魚 這個被凍結的大魚吃小魚的不尋常景象 是在美國印第亞那州瓦瓦賽虎冬季捕魚時 有兩兄弟拍攝到的 他們兩個發現一隻被凍結的魚嘴巴裡 竟然還咬著一隻小魚 但其實一開始他們只有拍照放到網路上 但是許多鍵盤正義下抱持著懷疑的態度 還指著他們是從網路上下載的 於是兩個兄弟又回到湖邊 再次找到這條罕見畫面的魚 用鋸子降魚周圍的冰切碎 還錄製了整個過程 讓不相信他們的人無法再悔罪 只是沒有人知道這條大魚是如何在捕獵虛物的時候被凍結的 第三 成群馬 你們即將看到的畫面是一個在哈薩克斯坦的一處 偏遠湖泊中發行的不可思議現象 那裡的村民通常會讓馬群自由放牧 所以沒有人太注意他們 因為他們知道這些馬非常溫順 而且每天都會安然無恙的回到動物圈上 直到有一天馬群們並沒有回家 地方當局甚至暗示這些馬可能被偷走賣到其他地方去 但是後來還是有找到那42隻馬失蹤的原因 差不多在6個月後的春天 村民們的例行檢查中通過湖面的冰塵 看到那時當地居民發現的許多冷凍馬 馬在冰冷的水中被凍死了 畫面非常毛骨悚然 Let November came Let November came 第二 幸運的貓 這個故事是發生在俄羅斯 一隻貓被凍結在一個超級冰冷的冰上 早上有一對夫妻發現他們家附近的一輛汽車旁邊有一隻貓 一發現這隻貓後就立即展開救援行動 他們用了好幾桶熱水來融化冰塊 因為被凍結的爪子讓這隻貓無法移動並大聲哭喊 幸運的是救援人員盡一切可能將它釋放 那天晚上後這隻貓又開始走路 三天後也找到一個願意給它新架的主人 把電汽車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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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冷凍的飛魚 這個奇怪的現象發生在2016年美國也很愛憲的一個湖岸邊 冰水在空氣中間凍結 裡面還有數十隻被困在裡面的魚 由於這些魚的動作來看 他們似乎並沒有試圖跳開這個洞兵 而是在飛起來後瞬間凍結的 然而不禁懷疑他們是怎麼到那裡的 當天氣很冷的時候湖面會形成一層厚冰 阻擋了太陽的光線 因此水下的植物停止產生氧氣 而這些氧氣是魚類用來呼吸的 所以這代表這些魚可能都是因缺氧而窒息 然後隨著風順勢的帶著那些還活的魚 但是冰冷的風變成了冷凍水的混合物 這樣的現象也讓許多寒鳥感覺到剪刀包 看完這些影片照片是不是也覺得大自然的奇妙呢? 喜歡這個影片可以幫我按喜歡和分享 想看更多影片不要忘記訂閱 也祝大家2019年新年快樂 那我們就明年見囉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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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